大家好,欢迎来到地球解说园 2017年,美国著名调查记者琳达收到了一位 现年61岁的海军军官的电子邮件 她在邮件中说自己叫布莱恩 是一名飞机工程师 在美国海军服役了约20年 完成了300多次飞行任务 飞行时长超过4000小时 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南极 在南极执行任务期间 她有过多次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和目击 以至于让她和她所在的机组人员 忍不住产生了一个疯狂的猜测 外星人早已经和人类接触 甚至和各国政府之间存在着某种合作 1977年,布莱恩开始在美国海军服役 成为了4130大力神 军用运输机上的一名飞机工程师 1984年,他被调到南极州区域 以南极最大的科学研究中心 迈克莫多站为基地 开始执行各种飞行任务 1995年11月的一天 布莱恩所在的C130机组 接到了一项紧急任务 要求他们去南极西南部的 玛丽波德地 寻找一支由15名科学家 组成的科研团队 由于南极环境恶劣 因此按照最开始的约定 科研团队应该每天都要通过无线电 向位于迈克莫多站的总部 报告他们的状态 可现在总部已经好几天 没收到他们的消息 要知道 这支科研团队的主要任务 仅仅是记录气候变化 以及采集冰层样板 根本没有理由全员离开营地 所以突然的失联 让所有人都察觉到了其中的诡异 最终决定向军方寻求帮助 很快4130离实验团队营地越来越近 机组人员已经能够清晰地看到 营地中的一些设备 百列整齐的雪地膜 拖等等 一切看起来似乎井井有条 并不像遭遇什么意外的样子 而随后的勘察也证实了这个推断 因为营地中的物品摆放得非常整齐 物资也很充足 无线电也能正常工作 唯一奇怪的是营地空无一人 没有外出的痕迹 没有挣扎的痕迹 甚至没有一丝血迹 也没有任何尸体 15名科学家 就好像在营地中人间蒸发了一样 消失得干干净净 汇报完所有情况之后 机组人员又驾驶飞机 围绕营地搜索了大半天 但还是一无所获 本以为自己神秘失踪 事件到此就画上了句号 但一个多星期后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15名科学家突然出现在了营地 便通过无线电联系了总部 要求带他们离开那里 很快 C130机组再次回到了科研团队的营地 看到了消失近半个月的科学家们 他们看起来神情很呆滞 同时身体很僵硬 当机组人员问他们这段时间的经历时 他们表现出了异常恐惧的模样 但却一直沉默不语 两个多小时后 飞机降落在了迈克莫多站 是五名科学家被一群身穿防护服的士兵 带到了另一架飞机上 而C130的机组人员 则接到了一条奇怪的指令 禁止他们接近科学家 托运的设备及文件 同时要求他们 立即把东西转运到俄亥俄州的赖特 帕特森空军基地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基地曾是美国空军组建的UFO调查项目 蓝皮书计划的总部 而且在很多传闻中 坠毁的UFO都会被运到那里 其实结合科学家们的状态 布莱恩他们接到的指令 我们几乎能够确定 在失踪的这段时间里 他们极有可能看到 以及接触到了颠覆他们认知的东西 比如外星科技 从俄亥俄州回到迈克莫多站之后 C130的机组人员 被带到了基地指挥官的办公室 而那里 早已经有两个身穿便衣的男人 在等着他们 布莱恩说 这两个人是来自华盛顿的特工 特工告诉他们 他希望机组人员忘掉 和科学家失踪一系列相关的事情 如果忘不掉 将会有专门的人来帮助他们忘掉 显然 这是一种带有警告意味的封口令 事实上 这并不是布莱恩第一次被下封口令 十年前也是同一个房间 他和他的前机组同时 同样遭到了警告 只因为 他们在飞机上 看到了极度震撼的一幕 1985年 正在迈克莫多站附近 执行运输任务的布莱恩 所在机组接到了一条紧急命令 要求他们 前往位于南极州东北方的戴维斯站 运送一位受伤严重的科学家 很快机组收到了 指挥中心发来的飞行路线图 可奇怪的是 这个线路图选取的 竟然不是距离最短的直线 而是要求 他们在戴维斯站和迈克莫多站之间的某个地方 偏了一下航线绕过去 按照指挥中心的说法 因为那里有一个空气太阳站 所以属于禁飞区 由于戴维斯站的科学家情况危急 为了尽快对他进行救治 布莱恩和他的同事决定 不按照指挥中心要求的航线飞行 而是选择路程最短的直线飞行 也就是说 他们将要穿过禁飞区 而也正是这个决定 让包括布莱恩在内的机组人员 看到了让他们毕生难忘的景象 在标有空气采样站的位置 赫然出现了一个宽度至少在100米左右的巨洞 有密集的车折印从洞内延伸出来 显然这里有大量的人员活动 布莱恩和他的同事难以理解 为什么这里会有这样一个洞口 而更让他们想不通的是 为什么要如此保密 几小时后 飞机抵达了戴维斯站 而正当他们准备原路返回时 接到了管制人员的严厉警告 要求他们必须按照基顶航线飞行 不允许私自修改路线 本以为这次因救人心界犯的小错误 被批评两句就结束了 可当他们回到迈克莫多站之后 却发现事情好像没那么简单 他们被带到了指挥官办公室 随后一个身份不明的军官进入了房间 用犀利的眼神看了他们很长时间 然后说 你们今天什么都没看到 也什么都没做过 记住了吗 然后转身离开了房间 由于没有签署任何保密协议 仅仅是口头警告 所以布莱恩他们虽然好奇看到了景象 但心里并没有太过在意 几个月后 布莱恩被指派带一群科学家 前往南极策立原顶 在那里他无意间听到了几名科学家 聊到了禁飞区里空气测氧站旁的驱动 交谈的内容大多数都是吐槽的 但布莱恩却敏锐地注意到一个细节 当科学家们提到剧组里的某个人或者某类人时 使用的代词并不是一个人或者某个职称 而是一个访客 布莱恩按纳不住心中的好奇 当走进这群科学家 问到你们说的访客是什么意思 其中一位科学家笑了笑 回答道你对外星人有更好的代称吗 除了这两件让他毕生难忘的事情之外 在南极服役的十多年里 布莱恩还曾多次在高空 目击成编队的圆盘状飞航物 因此种种离奇的遭遇 让他心中逐渐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在南极在我们目光无法触及的冰层之下 可能正在进行着颠覆民众认知的事情 比如和外星人接触和交流 事实上 有类似推测的并不止布莱恩一人 在布莱恩之前 一位代号为斯巴达 一号的前海报 突击队指挥官找到了琳达 并向他讲述了自己的南极的雷气经历 他说1993年8月 他们小队接到了一条紧急命令 要求他们前往比尔德穆尔冰川地区 寻找一位科学家 势必要将他和他的研究资料 完整安全地送回迈克莫多站 很快小队接近了坐标位置 他们看到了一个黑色八角形的顶部 突出在融化的冰雪上方 约五米左右 斯巴达一号走进观察 看到一扇高度至少在七米左右的巨门 上面刻着一个 他认为可能是某种星图的图案 同时还有两根线交叉 成过一个三角形的标记 而这个标记 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地方都曾出现过 比如琳达在采访中 向斯巴达一号展示了一张照片 它是1993年 在墨西哥发现的一围硬币 上面就刻有相同的标记 门虽然很巨大 却意外地轻盈 斯巴达一号推开门 进入了建筑内部 里面是一条长长的走廊 墓色长度至少在一千米以上 墙壁上发出柔和的黄绿色光芒 同时还有着一排排雕刻字符 看起来有点像古埃及象星文字 或玛雅文字 而他们仔细寻找的科学家 正在不远处对墙壁进行拍摄 斯巴达一号走上前 问到这个地方有多大 科学家说超过25万平方米 但大部分区域在冰下 斯巴达一号在披露中表示 那扇门是当时进入该进入的唯一通道 虽然几年之后又发现了其他入口 但只能乘坐潜艇进入 同时他还强调 和冰层之上的区域不同的是 冰层下的区域早已经被使用 但使用者却并不是人类 事实上南极有外星人活动 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说法 老粉可能会记得 我之前在地性人的警告那些视频中 讲过美国在二战之后不久 也就是1946年12月曾组织过一次人类迄今为止 规模最大的南极考察活动 代号跳高行动 指挥官是被誉为极地探险先驱者之一的 美国海军少将理查德·伯德 在这次行动的某次任务中 伯德驾驶飞机神秘失踪了三个多小时 一直到半个多世纪后 人们才从他的日记中知道了他的离奇经历 据说他在那次任务中看到了通往地下世界的巨大入口 并和生活在其中的类人 智慧生命进行了深入交流 地下世界的巨大入口是不是很熟悉 没错 我觉得布莱恩看到的巨动 很可能和伯德看到的是同一个东西 这样一来就能解释得通了 美军在跳高行动中发现了这个 入口然后在后续的几十年中 对其进行了持续探索 包括将其所在地化为禁飞区 而杰克布莱恩听到的科学家之间的闲聊 或许意味着人类和其中生物的接触已经极为频繁 甚至可能达成了某种合作或共识 当然了具体什么样的合作和共识 我们不得而知 但我们知道的是 确实有人一直在掩盖南极发生的某些事情 比如这是2007年谷歌地球上的一张照片 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一个洞穴 而且从洞穴前的道路颜色不难看出 这里一定有人经常出入 甚至可能是某些大型设备 因为洞穴的宽度足足有70米左右 照片发布的几个月后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它被一张新的照片替换 洞穴消失了 然后在2019年到2020年之间的某个时刻 洞穴再次出现 只不过这次 它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太像洞穴 反正总的来说 虽然这张照片在十几年后进行了更新 但清晰度却没有变得更高 反而是就照片中的细节更多 这不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现象 给人感觉好像是在掩盖什么 说到掩盖 2002年4月13日 自由共和国新闻 刊载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 标题叫做美国否认 视频拍到南极壮观遗址 说一家名为亚特兰蒂斯电视台的制作公司 员工听到了一则传闻 南极正在进行大规模的考古挖掘 于是他们动身前往事发地进行拍摄 但奇怪的是 他们最后失踪了 海军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们的营地 并在其中发现了一个录像带 录像带里记录了电视台员工的留言 以及在水下拍摄到的一座古老金字塔 和神料建筑群 出于某种不为人知的原因 美国军方阻止了录像带的公开 而电视台因此起诉了他们 试图拿回录像带 但他们失败了 当然了 南极发现的奇怪图像 不仅仅是这个洞穴在冰雪之下 还隐藏了一些金字塔形状的结构 虽然官方说这些是天然的岩层 但其中有一个结构几何形状非常完美 每一面都完美对应了不同的方向 这种情况自然发生的概率有多低 恐怕不用过多解释 事实上正因为如此 在抛开外星人这种解释外 有人提出了另一个大胆的推测 南极可能存在着史前文明 其实这种推测的真实性 或者说支撑这个观点的证据还是挺多的 如果感兴趣的人多的话 我会在后面出一期这个内容 最后由于时长的原因 我没有办法在一个视频里 讲完所有关于南极的故事 但不可否认的是 作为地球上最后一块 真正意义上的净土 南极确实隐藏了太多秘密 或许就像那些披露者所说的 在我们目光触及不到的身边之下 可能正发生着某些颠覆认知的事情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哪个让你印象最深刻呢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里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记得帮解说远点个赞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